中华民国111年4月22号星期五 又到了一个小心谨慎的周末了 我们刚才听的是500的树枝孤鸟 那为什么选这个呢 因为22号是世界地球日 我们世界地球上 堪称是可以排名世界地球前十名的 地表最强电影达人迪亚 你觉得世界地球日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哇听那个前面的头衔听的 我真是直冒冷汗 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你冒冷汗是树枝孤鸟冒冷汗 还是世界地球日 听了也觉得如果是500的这首歌 感觉好像如果用中文讲起来 用国语讲好像也怪怪的 大家应该都会是用台语讲吧 是吧 世界地球日 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 就是说地球日的话 通常是要世界地球 就是地球都是一家人 对不对 是 可是今年的地球就是很不平静 不管是瘟疫 不管是人为的天 不可抗拒的非自然因素跟自然因素 都是 这个地球有点乱 对那我也记得说前几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配合地球日常常会有一些单位都会带着什么路跑啊 之类的这种东西 还有那个 还有那种假借地球日会卖很多那个世界地球日的商品 一件T恤 你记不记得 因为我从来也不会去买那个商品 还有世界地球日或什么日的时候 大家不是有时候会关灯 一小时 哦 是是 但那个 对对对对 做某种某种仪式 对那可是 今年我们就禁足一小时吧 也不能只禁足一小时 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不要破坏我们生态环境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啦 一般人在家里面你都不开个冷气也不太容易 对对对对对 如果能够坐得到水手关灯关水电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哎我本来已经开冷气 后来我发觉这两天 因为这一周又降下来 所以又又地球了 我们又节约了一个星期 对我们又可以开始爱护地球了 对感谢老天爷就是这个让气候慢慢的 那我要来提一个问题就是 嗯 其实因为那个确诊人数我们已经就是有点麻痹 就虽然说他上升这么快对不对 哎但不不一定哦 我发现公司航号反而是 你觉得他们应该在麻痹的时候 对 但反而大家都开始收紧防疫措施 收紧还是放松 收紧因为其实很多人应该也都开始回复到 就是前两年的比较恐怖的时候 就是学校的年线上课 小孩子就不用去上上 然后公司不进办公室 对就是都在家里面办公 那就是大家开始一家人被迫关在一起互相吵架的 会不会说会不会说因为前几年关久一直吵架 然后今年再关又弹劾了 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 有点像电影剧情一样 就是出乎意料 你以为到最后是一个悲剧的收场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大团 这样子也很好 那我想我要问一下就是这个对票房会有影响吗 对于我们已经两年多来习惯这种疫情的状态下 对他们的看电影的取向到现场看会影响吗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要来看一下票房了 全台票房 那必须说 就是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跟片子本身怎么样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那当然你不可否认说有许有可能 多多少少有些人进戏院的意愿会被打消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很强的话题性的那种大片的话 那应该想看的人都会去看 那可是呢我们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本周前10名 票房排行榜 来第10名 第10名曾经是第一名 不过呢最近他因为已经上串流了 大家都知道说疫情期间 其实电影上片的模式有改变 那通常你在首轮能够演一个月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有的电影其实饲演17天之后 就可以直接到串流上面去 那这部还算比较久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片蝙蝠侠 如果说你上个月 三月初他上演的时候 你还来不及在戏院看 你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开始看这个串流 对对对 这个已经开始可以看了 对不对 是那所以呢他在这个电影採访上面 就马上掉下来了 工程生退慢慢的退到第10名 本周的第9名 这个片名叫做主怨 主是祖先的主怨是怨气的怨 那这个片子呢 一看这个片名就知道 这种系列片名感觉就是要来 骗票 应该要来一下下的 不是骗票 感觉吓人的 那这个片子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台湾 因为台湾观众喜欢看这一些东西嘛 所以其实近年来很多东南亚的恐怖片都会过来 那这部主怨呢 就是越南的恐怖片 那其实越南的恐怖片 最近几年在台湾上演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那接下来还会有别的片子 那这个片子的话 主怨呢 就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恐怖片 新的今年的新片 是不是号称越南最恐怖 影史上最恐怖的一部 其实我是一直都觉得像这种称号的话 每年都会有新的恐怖片出现 那大家的也都可以这个样子来标榜 例年来最恐怖的 其实才隔一年 所以呢没关系 我相信他应该还是很吓人的啦 但是呢是不是真的恐怖到那个程度的话 可能大家自己进西院里面看了以后 自己心里会有一个评估 那第八名就是我们刚刚介绍了越南的恐怖片 现在就轮到我们台湾的恐怖片 那这个片子呢 曾经也在排行榜上面名列前茅 那这片就是Selina主演的头七 那这个电影里面呢 也是他进入演艺圈这么多年来 虽然是第一次主演的电影 但是角色就非常突破 而且打破了大家对他的一些想象 因为毕竟当年Selina入这个乐团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他的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会是一个鬼片 但今年也发生了 那这个头七呢 之前反应还不错 那现在的话也是慢慢的攻城增退 那我们的第七名 这个呢也就是今年目前为止 在台湾上演的最厉害的一部电影 现在还在第七名上面撑住 那就是咒术违战的剧场版 那很好玩的是呢 之前这个咒术违战在台湾上演的时候 西门丁斯有快闪电 现在电都已经收了 但是这个片子还在票房排行榜上面 还没退下来哦 所以呢 可见那个周术违战的粉丝还是非常热烈的继续捧场 这就是本周第七名 本周的第六名 音速小子第二集 那这个片呢 在美国非常卖足 但在台湾就还好 不过我们之前是有分析过 就是说这种主打小朋友青少年的电影 有可能有些有很多的观众是需要爸爸妈妈带进场的 那这个时候爸妈真的比较不会那么放心 把小孩子带进来看电影 好待会儿再介绍后面的前五名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前五名 第五名是 第五名是本来是今年春节要上演的西洋大片 但是问题是呢全球配合美国决定演党 所以演到春假才上演 那这个片子呢 是根据漫威漫画改编的摩比斯 那摩比斯其实大家对这个人物比较不熟 那因为他其实在漫威的漫画里面 他是属于蜘蛛人系列里面的反派角色 那所以呢 大家可能一来对这个人物不是那么的熟悉 二来呢可能他的这个造型 因为摩比斯是一个经过基因改造之后变成吸血鬼 所以看起来的这个服装扮相都比较阴森一点 所以说可能会影响一些观众的观影的兴趣 那我们必须说 接下来很快大家马上可以看到新的漫威的大片了 那所以呢 到时候漫威这块招牌是不是还真的很灵光 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答案了 那这个是本周的第五名摩比斯 本周的第四名又是一个片名很长的片子 叫做如果三十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的电影版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BL日剧的电影版 那当年他的这个日剧版大概差不多是一年多两 将近两年前的一个日剧 那也就是一个BL剧 那所以可见BL这块市场呢 在台湾还算是蛮有可为的 可见妇女也都非常的愿意花钱去戏院捧场 因为我们发现说等一下有一些片子 有一部片子上个礼拜介绍的时候呢 我也把它归到有部分BL的范围 那你怎么知道BL这个剧是女生捧场 那辅女不是都比较喜欢看BL 请问一下哪间男生 就是男生会看BL吗 应该不太会吧 我对我的意思说 我不知道女生辅女喜欢辅女是喜欢BL剧 辅女是喜欢看BL 对BL的喜欢BL的才是辅女 那他们继续这样看就真的还会继续当辅女 对啊 对啊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一点呢 辅女在影视产业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盘 你看现在这几年BL的这个系列 这么的受欢迎这么热门 你看台湾每到每一 最近这一两年来台湾每一个 一到两个月都会定期的出一堆BL的新剧 全部都是辅女在支撑的 对啊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块这一个 没有我们这种老龄的就 老龄的等一下会有一部片子 让你们去接受 对老龄应该有针对我们一些 有有有 我们等一下接下来明列前茅的片子里面 就有针对这个熟龄的BL的内容 熟龄BL很重要 来第三名是洛弥城 那这个是大卡斯 山朵布拉克 常尼塔图 丹尼雷德克 林夫跟布莱德 比特 这么多大牌一起演的冒险动作喜剧 那可见呢 这个片子呢 催出了一些女性观众 那毕竟我们在前十名上面看到的很多都是针对男性观众的电影 那只有这个片子是女性巨星挂帅的 所以说他在全球各地的反应也不错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今年上片目前为止最卖作的一部台湾电影 就是咒 那现在还高居亚军 那接下来呢 他差不多会在五六月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意大利在乌电影这个地方有一个远东电影展 那他每年都会邀一些亚洲这个地方 特别是华人区 比如说台湾香港的一些影片 在那个地方放映 那咒呢 就是今年台湾这边入选的代表之一 所以也恭喜他 那我个人是不晓得说会不会有演员 或者什么导演之类的到意大利啦 毕竟现在疫情期间 如果真的要出国到那么远 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不过我们还是祝福他在意大利能够收到观众的欢迎 你知道我觉得他这部片真的有对全宝岛下咒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 你知道上个礼拜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大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就是因为周末票房的时候 然后不是就是很多人也只能在周末去看哦 这么久了对不对 在买票你知道只能买到前几排吗 第二排 哇 只剩下第一排我不知道是可能有特殊的人不想看太清楚 所以做第一排 对对因为有些人不想看太清楚他会做第一排 他觉得反正也看不到整个画面 下一下就算了 不一定哦 现在的有的是因为荧幕比例其实很容易 也还可以看得到 就只剩下第二排两个位置 你就知道他卖座子好的 而且也没有梅花座嘛 现在就是说非常 对现在还不需要还不需要 对票房之强的第二排两个位置 你看有多厉害 是 好那不过呢 我们还是有新的冠军影片出炉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的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 那因为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的故事 比较了解一些的话 就知道说这个书里面设定了邓布利多是喜欢同性的 所以说这个片子里面就有他跟 邪派乌施格林戴华德之间的中年大书版BL的故事 如果是你你喜欢哪一个 就是在这一次熟灵版的 回到邓布利多年轻时 回到邓布利多年轻时 他曾经克里斯洛克 哦洛克对克里斯洛克 他还不知道呢 还不知道谁是 人讲错就算了 但大家不能够忽视就是被打的那个人是克里斯洛克 被打的哦 都已经被打了 不要再弄错他的名字 这样很委屈 因为他都已经被打了 你知道他说 他那个时候邱德洛对不对 一年好几部电影 已经演过了 就好来一大堆电影都找他 所以克里斯洛克就说 到底谁是邱德洛 为什么我看到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有他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 这个踩到邱德洛的点在于 第一个都已经演这么多片 你还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就很过分了 第二个刚好那个时候邱德洛 是变成很多片找他 但其实卖座卖得很好的不是很多 所以人家本来其实 心里面就一直觉得有一种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 我曝光率这么高 但还没有真的上那种 尤其是你撑到 你讲到重点就是这卖座 是 结果呢 克里斯洛克那一句话还没讲完 下面还有更恶劣的叫说 如果骗商找不到汤姆克鲁斯 他们就会找邱德洛 如果骗商找不到罗素克洛 他们就会找柯林法洛 这一次得罪一堆 他到底要得罪这几个 等一下回来 没错 但他就是一直到了 将近20年后的现在才被打凌巴掌 待会你要再重复一次 我觉得这个太经典了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想说 他得罪了李安得罪了 林书豪得罪了 被揍他的 威尔史密斯 我们还不晓得说 求德洛的后续还有一连串的人吗 没有哦 这个其实必须要先跟大家仔细解释清楚 他是最先得罪 这是求德洛这一段 因为那个是他第一次当奥斯卡主持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克里斯洛克当过两次奥斯卡电影主持人 第一次就是这一次 就是得罪求德洛克林法洛等一干人 好到底 你等一下 你再讲一次 他到底那一段是怎么讲说求德洛 如果找不到求德洛这边 不是 因为那一年其实很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呢 有一部电影叫做冷山 冷山这个片子 很冷 他演的 他演的 对 可是他在 在冷山的女主角是妮可基曼 还有 可是呢 还有那个演朱莉的 任其为格 任其为格 这部电影让他得到这个叫女配角 女配角 奥斯卡电影 他第一次得讲 不过 重点再来了 就是如果冷山的女主角是妮可基曼的话 那一般的片子在筹备过程 可能都会有个好几年的时间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的女主角找妮可基曼 在当年筹备的时候 你男主角是找谁 那很明显就一定是 汤姆克鲁斯 那个是他们两岸没离婚嘛 所以有这个渊源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在于说后来汤姆克鲁斯跟妮可基曼就chare了之后呢 冷山的女主角就不太适合再找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嘛 所以呢 到最后呢 就变成那个时候很抢手的邱德洛 就变成接手就变男主角 那所以克里斯洛克才会在那边讲说 如果你找不到汤姆克鲁斯 你就找邱德洛 是啊 那所以 你看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过分嘛 那所以其实那一届 为什么到 就邱德洛其实 人坐在台下 脸色也已经不好看了 但毕竟没有冲上去打人 那那一届呢 其实因为 后面就是要颁发主角奖的时候 就请了上一届的影帝 CM潘 来颁奖 CM潘刚好跟邱德洛那个时候 刚拍完一部片子 所以他在台上 他就先说了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脱稿演出 他就讲说 为什么大家都要找邱德洛 因为他是一个好演员 那等一下马上打脸打回去 克里斯洛克讲的那一句话 他有回应 他有回过去 就是CM潘把他挡回去了 那所以说呢 就算了 就这件事情 反正事后据说 邱德洛跟克里斯洛克 也再也不会碰面了 因为两个人 已经彻底就翻脸翻掉了 但我觉得克里斯洛克呢 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说 他就是 见嘴啦 嘴巴见嘴依然不改 那不过 今年的原因是因为 欧美的主流价值观 还是觉得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使用暴力 所以这一马 反而变成克里斯洛克就博盗了 对 他赚回来了 赚回来 而且让他的所有的 他接下来的这个脱口秀演出 几乎是一票难求 听说根本抢不到位置 我觉得因为他 大家一定会想 他会增加这一段 在他个人眼里面 他会 个人的脱口秀里面 他会变本加厉的在讲 哎 没有 因为后来呢 有人就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来聊一下 告诉你克里斯洛克这种在好莱坞打滚这么久 他惊得很 他就说 他不会说 然后又讲说 如果你要我讲的话 你要花钱请我 你看 是不是很容易 就又把这件事情给挡掉了 对 那我想问一下 你说他第一次主持的时候 他就讲过这一段 对不对 那第二次主持的时候 又有得罪人吗 应该没有吧 第二次就是得罪了亚裔人 就是找了三个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 那次我们都有看了 是啊 所以你就看他这个人就是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其实今年的主办单位 有可能主办单位就知道说 反正你这个人来一定会有问题 一定会有话题 对 想吵吵看看到最后怎么样 没有想到 哎 玩到过火了 可是我觉得他吵的话 也的确在那一段是收视率 达到他们要的目的啦 而且你知道吗 死的是威尔史密斯跟克里斯洛克 又没有死到制作单位啊 对不对 好 好啦 这以上是我们的阴谋论 我们是不知道到底最后 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啊 OK 好的 典礼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回到你 我该第一个问题 就是 邓布利多 中年大叔版的邓布利多 跟巫师 你是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这应该要找妇女来聊 比较好 哈哈哈哈 我喜欢巫师 哦 是吗 是这样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跟克里斯洛克一样 就是那个 都要踩一下求德洛 不是 不是 是演这个大叔 演这个巫师的这位 丹麦男星 对不对 是 他很有型 对 是没错 他是不是演过那个什么 最什么人生 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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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生 最好的时光 最好的时光嘛 对 因为我觉得他算是 蛮有型的 可是还是你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角色本来是 这个 强尼代普 那所以依然有 强尼代普的粉丝 在那里哀叹说 怎么还是 怎么不找回来 强尼代普 对 所以你看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人选 永远会有人 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是 对 也有很多强尼代普的粉丝 就是因此觉得 不想看这一集 这样子 我也很喜欢强尼代普 好 有点难选 所以应该问你才对 这真的应该问我 问江泰比较有意义 好吧 这样一二三 一二三 好 我现在马上回答 一二三 强尼代普 对 劍锋转舵好快 没有没有 因为本来他在那前一集 演的就很好 虽然他的镜头不多 是啊 嗯 对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如果是这一集的话 我个人比较挺 那个丹麦大叔 反正你一定不会跟我一样的啦 OK 你要是跟我一样品味这样子也是有问题的 嘿 为什么 可能会减低了你的地位哦 而且你要是跟我一样的话 我可能会变成是那个主持人哦 在污蔑你 所以我跟你讲 对 也没有 好 这是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票房旁榜 那接着要让大家知道 有没有 诶 线上的最近有什么新的剧吗 最近是有哦 那不过呢 就是有这个漫威的新的影集叫做月光启示 那这个片子也我觉得也算是卡是非常大啦 那不过我们本周戏院内也有一部哦 跟漫威之前的一些影片有一些些类似的主题的影片哦 那这叫做多重宇宙平行时空 嗯 那所以呢本周的这一个多重宇宙的电影呢 片名我们也要慢慢的念 因为念快一点可能大家以为在骂人 好等一下回来 等一下回来 好你说这个片名很难念吗 还是很长 不是很难念是不能念得很快 哦哦不能念得很快 因为念得很快听起来又很像在骂人 哦又讲脏话 哦我知道了 对 我知道因为我看预告的时候他念得很快呀 好来你来 他的片名叫做妈的多重宇宙 是 但是这一个片名 为什么要妈的呢 因为他片名真的不是在骂人 因为他片主要就是主角就是杨子琼演的一个华人 唐人直接华人的妈妈 嗯 所以他真的是妈妈的多重宇宙啊 所以 对那你可以说母亲啊 这年头谁会用母亲母亲太文舟舟了 那那他也对 如果说还可以用那个用 家母 家母的多重宇宙 这不是很好笑吗 这听起来感觉是那个60岁以上的人才会去看的天心 家母或令堂的多重宇宙 我觉得令堂的多重宇宙会变喜剧片 跟你讲搞不好很多人会看 呃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用年轻的感觉的话 还是妈的多重宇宙 没办法跟售票员讲出这几个字 呃 对 你可以直接讲多重宇宙 这个礼拜你还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看多重宇宙 然后可以卖给你 下次就不行了 暑假来的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五月初 如果你在跟他讲这一句的话 那那个时候又有另外部多重宇宙的片子来了 所以他就会搞不清楚你要买哪一部 好 所以先不要 那我们这是 呃 这部这个念很慢 妈的多重宇宙 在讲什么 那这个片子呢 他其实基本上讲的是一个就是开洗衣店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嘛 在欧美大家会有一些既定印象 那通常都是很任劳任怨 然后就是开什么洗衣店啊 那一些的就是非常认真 但是也不一定存得了钱 这一家人 那里面杨子琼呢 就是这个洗衣 家里开洗衣店 然后呢 他自己在外面做这个会计 然后呢 可是他们家就是有欠税的问题 所以说那个账单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不还 然后每天被这些生活琐事压着 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华人的主妇 那你也从来没有看过杨子琼演一个华人的主妇 因为他虽然不演动作片的时候会演一些这个妇女啦母亲但多半也都是属于贵妇的那一种 之类的或者亚洲最有钱之类的 之类的或者是亚洲富豪富豪 因为他本身就是拿度家庭出身 就是那个贵气是少不掉的 所以你很难看到他去演一个平凡的妈妈 但在这个片子一开始就是个平凡的妈妈 然而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平凡的妈妈虽然第一个家里这些账单欠税没有办法解决 第二个他的老公又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可能比较需要靠他来撑的一个男人 也不太像是一家之主 然后他的女儿他们两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 那个女儿的话也是喜欢同性的人 但是他就不晓得说该怎么样在家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性向 那虽然说他觉得父母亲应该会接受 可是他们家还有一个外公 外公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 可能观念比较旧 对比较保守 他就很想把自己的女朋友带到家里去介绍给家人认识 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该趁外公生日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一家人碰到的困境已经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时候就发现说 此时突然就出现了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这个妈妈有人就告诉这个妈妈 就从另外一个宇宙来的 你告诉她说你要想办法解救地球 因为地球毁灭阻止地球毁灭的 这个关键就在你身上 但是你必须要想办法去维持所有多宠宇宙的平衡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 多宠宇宙里面的杨思雄的身份 他也许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宇宙里 是一个很闪亮的电影明星 穿得很漂亮 打扮着花枝招展的 他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宇宙里面 他是一个厨师 专门弄那个铁板招的东西 或者是在其他的宇宙里面 他变成了一个金剧演员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打扮成那种金剧的扮相 还有一个更扯的叫做 有一个宇宙叫做热狗手指宇宙 所谓顾名思义 就是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的手指都像热狗一样 就一根一根都这么粗 也有这种宇宙 所以就变成他需要在各个宇宙之间 有不一样的扮相 不一样的角色性格造型 甚至于每一个宇宙 也有不一样的情节发展 就比如说在现实生活里面 他是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国税局 就是杰美里扣蒂斯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查验恐怖片的尖叫女王 杰美里扣蒂斯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宇宙里演国税局的人员 所以常常叮杨子穷 找他们的麻烦 就觉得说你这个账单上面 哪个地方没写好 然后干嘛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宇宙 就是热狗手指的 这一个宇宙里面 他们两个变成了一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杨子穷 跟很多不一样的人 配对组合 那在片子里面 杨子穷的老功德 是可能要资深一点的 观众才记得 就是曾经在好莱坞的片子里面 也有不少演出 那也来台湾演过 连续剧的关继威 这名字是不是很久没听到 那哪有这么老 他有 他其实只晓杨子穷九岁 可是 关继威在我们的印象中 他是同心欸 是啊 是不是 在我们印象里面是同心 可是 其实他现在也已经五十岁了 可是杨子穷比我们老欸 没有啊 杨子穷其实只比关继威大九岁而已 那难道我跟关继威差不多吗 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年龄怎么乱七八糟了 张泰你需要这个马上大爆料吗 需要自己把自己的底接开来吗 我觉得真的 这年龄有点怪 就是关继威感觉一直是演儿子 没有啊 但是因为你看看当年的时候 你看关继威是同心的时候 杨子穷我家二十四岁啊 也不是那么老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杨子穷保养的很好 都还不会很差 所以你去里面看 你还是会稍稍感觉出来 有一点解敌配的这一种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内容 跟他的这个结构有一点 嗯 怎么说 他有一点点像是 会让大家混乱吗 不是混乱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他有一点点像是 就是你要现实 然后跟想象 跟你内心的世界 跟你期待世界是一个 反差很大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通常都是这样 通常都是这样 不同的宇宙嘛 有点像皮克斯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是搞笑的吗 但其实 嗯 有这个部分 但其实里面有很多 哲学讨论的部分 还有哲学 其实这个片子 蛮包罗万象的 就你想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他都可以 那其实这个片子在国外的影评分数非常高 但我必须要先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 所谓的多重宇宙 就是类似像这些漫威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一直以为是这样子 非常娱乐的话 他不完全是 因为他里面还是会探讨一些大道理 好待会 所以说大家去的时候呢 也不能够全部放空脑袋 有关大道理 说真的 工商服务一下好了 片名虽然要念得很慢 而且念快有点不雅 但是你说这个欧美啊 然后还有看过人 评价都给很高 对不对 是 那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他两个多小时 这片子也是有点长 所以大家去看片之前 也是要先上一下洗手间 那本周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给的单位 给什么呢 要给一个很热的 就是而且大家也要用得到 就是常备用药要准备好 家庭必备的常备药 好 我们就不说拿几种了 好吗 好 我只会说猴糖琵琶糕是常备 对 好 就是你家里的常备药要准备好 是 那这个妈的多重宇宙 就给他3.5颗常备药 那大家好好的来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照顾得好 才能够去看更多的好片 那接下来我们要火速介绍另外一个 我觉得江泰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 因为这个真的感觉比较酷手 这个电影呢 也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资深的演员 那不过呢 他最近几年可能因为一些债务的问题 接了很多的电影 那这个作品的品质也不像以前一样 我知道是谁 不过最近几年 大概最近这一两年 他开始有稍微要翻身回来的感觉 那这个电影呢 叫做超级任务 但是那个级呢 是吉祥如意的级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男主角就叫做 尼可拉斯凯基 那这个曾经是很红的奥斯卡影帝 也曾经因为国家宝藏这个电影来过台湾 那这个片子呢 超级任务里面讲的呢 他在里面演的就是他自己 就是尼可拉斯凯基 而且呢 他演的是受到债务的这个限制 然后所以说事业走下坡 感觉在好莱坞可能快要没有明天的尼可拉斯凯基 那他希望说自己能够度过这个财务的问题 于是他的经纪人就想办法帮他接了一个工作 虽然他本来不是很小 可是到最后 反正看在有钱的分上 只要咬牙就去试了 那大家都知道说好莱坞的名人 其实除了拍电影啊 或者是唱歌的出唱片办演唱会之外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说 会有一些很有钱的有钱人 付你出场费啊 让你去当他们的什么小孩啊 或者是亲友的生日会上的嘉宾啊 这种东西非常常听到 就像是什么碧昂斯这种非常红的巨星 他们也可能会有人邀请他们去 这个生日会上献唱歌曲啦 等于说是在那个party上面 就是类似像个人小型演唱会这样子 表演一些东西给你 要跟大家握握手啦 say hello啦 也许这样子的酬劳就是一次 100万美元200万美元这样子啊 那这个都一定要很有钱的人 才能够出得起这种钱 那就是尼可拉斯凯基呢 就得到了这个邀约之后 就被邀请了 要去 这是也是100万美元的酬劳 然后要去出席一个拉丁的亿万富翁 他为他的小孩办的生日派对 可是呢 而且这个派对的地点 就在我们教主 曾经跟 另外一半去过 一直跟大家推荐的地方 叫做西班牙的马约卡岛 他当时有在那边好像 四五年前了吧 一个月嘛 好像一个月对不对 是 我也是记得好像在那一个月 在一个月对 是 那就是呢 到这个马约卡岛呢 去给一个拉丁的亿万富翁呢 去帮他这个生日庆生会上面站台 这样就可以拿100万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 又可以赚很多钱 虽然可能不一定很有面子啊 但没有想到从他人道的第一刻 他就被盯上了 被谁盯上 被CIA的人盯上 原来啊 这个请他去的这个富豪 看起来好像很和善 而且感觉好像是他的隐秘 就他去了以后 本来觉得两个人相谈甚欢 但没有想到这个富豪背后 竟然有一个大秘密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政局 然后又牵涉到毒枭 于是尼克奥斯凯奇 就从一个过气的奥斯卡尔影帝 被卷入了一连串的冒险事件 当然这个故事一定纯属虚构 不过这个片子的好玩的地方 就在于你看尼克奥斯凯奇 怎么样一直自我调侃啊 就是比如说他以前那些英雄形象啊 在这个片子里面 不管是对白或者是一些场面 都有拿这些东西来自我消遣 然后你就会觉得越看越哭手 越看越搞笑 越看越好玩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适合 给这样带来欣赏一下 这个片子到最后还有 隐藏版彩蛋客串巨星 我们当然不会告诉大家是谁 就是说除了尼克奥斯凯奇主演之外啊 那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还会有彩蛋巨星 那他出现的时候大家一看到他 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一定认得出来是谁了 当年也非常非常非常红 你也不会想到说 诶他居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当年你讲当年对不对 是 那现在还有没有演应该就是没了 现在也是有演一些戏 那虽然现在的戏可能比较不是大片 但是他的地位仍在 就是他人出完那个脸出完 你绝对知道他是谁 如果你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阴影的话 我够 你给我一个字啊 江泰一定认得出来 你要给我一个字 我不会讲 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私下讲 真的很坏 因为我是在帮风油问 给观众一个 他们真的很想先知道 想知道一定要花钱去戏院里面看 那这个片子的话呢 我觉得也可以给到3.5颗常备药 因为真的还蛮夸张的 酷熟的影片 那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其实像好蓝屋 其实蛮多演员会玩这一种 就是自己消遣自己 自己调侃自己的 那当然也是考验说 观众对他以前的作品熟悉度 还有他这个人 本身他要演他自己的糗事 是 那就是说半忏悔半搞笑的事情 对 这还得很有历史跟分量的人 你演人家才会想看 是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好玩是好玩 在说如果是一般 就在台湾观众比较不熟的人的话 就算了 那你可能要凯极台湾观众 真的算蛮熟的 因为他以前那些电影 在台湾也真的很卖座 那人都曾经来台湾宣传过 所以台湾观众 如果去看他的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应该会 比较能够感觉出来 笑梗在什么地方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片子呢 也是本周可以轻轻松松的 可以要 四颗常备用药 江泰一定努力热情的 给他加 我想到他求他自己 就觉得很好笑 但是我一定要加一句 美丽的风景 对对 还有风景 我觉得要加一句的 就是说 很少有人 经历了这样子多的 这种误解跟负债 但是还是保养的那么好 而且还拼命的往上 向上提升的人 就是尼可拉斯凯奇 你确定他有保养的 真的吗 没吗 那我们都进戏院吧 谢谢迪亚 应该是说 我只要从小就老起来放 所以可以感觉 对感觉他没老 好感谢感谢大家 多多 周末的时候 还是要多多注意哦 出入平安啊 谢谢迪亚